李總統台選不夠一個月時間 臺灣少年 團役以福利促進聯名之日 目前三黨的總統候選人 占對青少年記者 所拿出來的政権有關很欠缺 他拿出六項的青少年訴求 要請這三黨的代表來到現場 共同簽出政策支票 也願望說 他們黨選之後 可以參加民間團體意見 來幾個政策 投資少年不打折 落實承諾拼改革 關注青少年議題 也要民間團體智慧化 考核 立總統台選越來越晚 臺灣少年困 也要跟福利促進聯名之日 目前候選人占對青少年議題 提出的政権要請就 他們提出青少年 當中的六大困境 包括青少年預算 當年減少 欠缺入黨保障 欠缺休憲空間 頂頂 希望未來候選人動選 可以實現 改過青少年困境的成立 超過百分之十 而且也想呼籲政府 應該盡速正式 十二到十八歲少年 平均分配的預算 每年逐年下降的 這個事實 建立這樣的青少年發展中心 然後讓他們有好的相關的探索 同時政府應該去密切觀察 勞動市場的變化 然後瞭解相關青少年的需求 跟青少年就業的趨勢 連我民團也支出政府 都沒有將對青少年設立 專屬的休憩空間 青少年也很像在參與社會合同 民團認為這樣對台北的發展 不是好事 民建基政府應該要調查 少年小孩教他什麼 比論電競 跳步 去看運動頂頂 來設立專屬青少年的休憩空間 讓他們支持 讓他們願意 驚入社區 我舉辦過 開過英雄聯盟的課程 參加了那些青少年學生 他說我們都嘛是晚上在打電動 白天在睡覺 咒服夜出 所以這一塊未來要做的話 真的是很大的盲點 怎麼把青少年 我們的青少年學生 青少年朋友 把他能夠引領出來 參加我們的活動 這是要非常的加強 台下民伯也邀請國民黨 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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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黨委總統候選人代表 來到記者會現場 共同選手 支持青少年政策的計票 算是那是未來執政 會參考民間團體的硬件 來幾位政策 記者 魯雄如臨票界 在報告 嗯